高颜值韩剧男演员不少 而谁才是你心目中的最帅男神呢 近日日网Ramping Go也挑选出2023最帅韩剧男演员TOP10榜单 孔刘打败黎明岛条旭俊 DT逃兵追击令二丁海银登第七 宋仲基第六叔池昌旭 而他竟打败玄冰夺冠果真是神言无误 日网挑选2023最帅韩剧男演员TOP10条旭俊 条旭俊过去以他很漂亮 三流之路等剧走红 并凭借金秘书为何那样探上事业巅峰 不仅演技备受好评 出众的外形也使他圈奋无数 再加上185公分的高挑身材 使他成为韩国家喻户晓的国民男友 在海内外都掳获高人气 并且他在今年的两档热宗 真的可以说给自己好好的放了个假 先是好友团的亲密出游 增进关系也放松了身心 之后又拉着崔宇直和弟弟金泰亨 参加了瑞振家 原先在因STA外担任副厨房长的韩剧男神朴旭俊 这次在瑞振家晋升为部长兼厨师长 整个厨房都归他管 但打工三人组对抗福气店 还是贡献了不小的话题 而年末朴旭俊也将以惊悚剧《京城生物》回归小营梦 想必又会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出彩演出 日网票选2023最帅韩剧男演员TOP9李明稿 李明稿早期以花样男子城市猎人等剧爆红 又以继承者们蓝色海洋的传说 看上事业高峰 而李明稿除了演技在线 自带高级感的精致贵族像 更是深受喜爱 也让李明稿成为红遍海内外的世界巨星 而李明稿今年也将携来新剧《问问星星吧》 更将携手爱情剧《女王孔小镇》 共土太空罗曼史 掀起粉丝高度期待 但是就在近日 李明稿出席活动再次引起热议 8月25日 久未露面的李明稿出席活动 本来很久没见的他 令观众非常期待 然而见到本人出场的时候 让人直呼诧异 这还是继承者们中 那个颜值超高的大长腿欧巴吗 近照看他发福了不少 一身浅色西装 没有衬托他的帅气 反倒是看上去更加臃肿 而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 他的脸部变化 正面照脸部肿胀 眼带很深 人看上去很疲惫 脸部紧致没有一丝皱纹 整张脸看上去光光亮亮 但是表情却非常僵硬 看到他如今的状态 网友们不禁感叹 当年那个帅气欧巴 真的彻底蛮话了 不知道新剧播出后的他 会不会跟榜单无缘 日网票选2023最帅韩剧男演员 TOP8 孔刘 孔刘早年凭借咖啡王子一号店爆火 并一曲乐声成为一线男演员 后再以鬼怪 再度攀上事业巅峰 在海内外都掳获高人气 令全亚洲都陷入鬼怪大叔的魅力中 精湛的演技也受到高度赞赏 而孔刘早已是韩剧圈公认的丑帅男代表 虽然不是典型的花美男 独具特色的长相 却很耐看魅力十足 也让他超越黎明稿 调续俊等人气男演员 以第八名登上榜单 并且值得开心的事 不仅仅是如今新剧热播的赵银成回归小荧幕 继2016年主演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后 时隔七年恐流再度回归爱情剧演出 韩梅日前正式宣布 她将搭档百想戏后徐玄珍 在新剧旅行箱中成为一对不相信爱情的夫妻 消息传出后让双方粉丝超期待 日网票选2023最帅韩剧男演员TOP7丁海盈 虽然把他排在了第七位 但其实他是与恐流并列的 丁海盈过去以当你沉睡时展露头角 后又以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正式爆哄 犬戏颜外貌配上爆棚少年感 让丁海盈成功圈奋无数 还因此被封为国民年夏南 而近期丁海盈也携来新作DT逃兵坠机令二 虽然概剧整体热度不如手机 甚至一度传出离开孙一贞丁海盈就不行了的传闻 不过丁海盈的神颜搭上出彩演技 依旧很吸睛 日网票选2023最帅韩剧男演员TOP6宋仲基 宋仲基过去凭借成军馆绯闻走红 后以太阳的后裔看上事业巅峰 近年的作品黑道律师文森佐 才发家的小儿子也步步创家企 也再次奠定了他一线男演员的地位 而宋仲基早在学生时期就是托具名气的成军馆 校草 帅气的外形搭上精湛演技 任谁都会被圈粉 不过今年以来 宋仲基官宣恋情和不断碰瓷前妻宋慧桥的举动 即便是之后生子依旧在韩网上被骂惨了 认为他少年感完全消失 而且不知道是为了配合失婚形象 还是因为要有时尚感 整体造型有点翻车 看起来有点油腻 而且颜值也大不如钱 很多粉丝觉得他眼中的光消失了 不再是从前那个少年 确实在婚之后 宋仲基开始了人生下一个阶段 但是他现在好像做什么事都成了错误 必先回归家庭的他 不知道之后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日网票选2023最帅韩剧男演员TOP5 池昌旭 池昌旭早期凭借七皇后 黑了走红 是许多剧迷心目中的最爱男神 雕刻般的帅气外貌 搭上高挑身材及深邃五官 举手投足都能让人心动 轻易就能狙击女心 而池昌旭接下来还有两部作品待播 除了迪斯尼加原创剧《恶中之恶》 即将上当 与深惠善首都搭档的欢迎来到三达里 也颇受期待 日网票选2023最帅韩剧男演员TOP5 TOP4 李准基 过去与我的女孩 步步惊心等剧走红的李准基 是韩国公认的演技派男神 不仅演技精湛 任何角色都能完美驾驭 独具魅力的狐狸像 更是深受喜爱 一双笑眼电力十足 让观众都被深受吸引 而李准基的新剧《阿斯达年代记》 阿拉姆恩之剑也即将开播 想必能再度掀起收视热潮 日网票选2023 最帅韩剧男演员TOP3 张根硕 过去以原来是美男 红遍全亚洲的张根硕 不仅在海内外都收获高人气 更成功进军日本市场 成为在日本最受欢迎的 韩剧男神之一 而张根硕又帅又美的外形 很受喜爱 一双电眼极具魅力 也让日本网友直夸 他是脸蛋漂亮的理想帅哥 日网票选2023 最帅韩剧男演员TOP2 玄冰 谈到最帅韩剧男演员 当然少不了男神玄冰 玄冰早期曾以我叫金三顺 秘密花园 红遍亚洲各地 近年更平爱的迫降 再度翻红 事业看上新巅峰 而玄冰不仅颜值出众 男人味十足 举手投足都散发魅力 演技也是公认的好 又帅又会演 如今以第二名高居榜单 丝毫不令人意外 日网票选2023 最帅韩剧男演员TOP1 车银优 打败玄冰的竟是他 过去我的ID是江南美人 女神将领等剧走红的车银 早已是韩国公认的 身严男性代表 甚至还有着脸蛋天才的称号 他雕刻般的五官极细致 脸上毫无可以挑剔之处 长相实在太完美 连女演员都会忍不住 对他的美颜发出惊呼 而日本网友也大赞 车银优是黄金比例的完美脸庞 神言果真不是浪得虚名